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索文斯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四 今天我们A股整体来讲反应还是非常不错的 反弹了将近一半 把昨天下跌的这一根大阴线吃回去一半 但是今天有一点弱一点点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成交量 成交量略微有萎缩 但是今天港股走势走得比A股还是要好 大家可以看到港股今天反弹 在反弹超过了3% 已经将近4%港股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国企指数反弹了将近4% 超过了4%点多 而且呢阿里在盘中的时候啊 港股的阿里巴巴大家可以看到 在港股的时候盘中的时候一度反弹超过了1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 对吧 为什么昨天下跌了之后 整个市场连续出了三个政策 这三个政策呢就把A股呢给拉回来了 讲实话这三个政策对整个市场来讲 可能这个效率还没有完 有可能会把这个阴线给拉过去 拉回去啊 哪三个政策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 昨天呢出了这个政策 这个政策里面说什么呢 说哎我们要增加3000亿政策性开发金融工具啊 就是就是开发银行发完贷款 对吧 这个发完贷款 然后呢这个 讲实话啊就现在基建来讲缺多少钱上层只要规划好就会给多少钱啊 我讲这个东西大家听好了等一下我要讲一个重要的东西啊 你看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的银行在给基建做贷款 对吧有很多人说3000亿3000亿不够啊 对啊 3000亿不够啊 3000亿也只是个开胃财 后面可能会有数万亿的资金准备啊这个是业内人大家基本上共识的 那什么叫数万亿的这个资金准备呢 我跟大家讲在呃这个如果是呃全球的经济一直处于这种状态啊 那中国不知道这个以国家的形势会要投到多少钱 这个在历史上是有依据的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 第二个讲的消息呢 今天出来了一个消息交通运输部门啊出了一个消息 出了一个消息说哎我们要在沿公路啊建设这个充电桩 那这个已经告诉你燃油车啊已经基本上结束了 你看又是个基建对吧 又是个基建 然后呢第三个政策说什么说哎房地产实行一城一侧 就是我不管你你们这个城市你们自己决定对吧 你们认为你们可以刺激你们可以把钱招过来对吧 你们可以炒房随便你弄对吧 那前提是对吧你的房地产不能够出现崩盘现象对吧 那么在这种经济背景下如果房地产出现了崩溃对吧 那么对整个经济来讲那影响是很大的 我跟大家讲中国的房地产有很多人担心啊 我告诉大家跌是肯定的 但是崩盘绝对不会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跟日本当年有很多人说我们为什么不会走到日本当年那个道路啊 我跟大家说是这样的 日本当年它是怎么回事呢 日本当年是银行 它的银行啊银行持有房地产公司的股票 房地产之后呢那我就变成持你的股票吧 但在中国 在中国这个房地产和日本是天然之别 中国的房地产是不能够持有 银行是不能够持有房地产公司股票的 如果你借钱还不了还不了你大不了成为坏债 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循环下去成为它的股东 那最后结果负有连带责任各方面情况都会出现 所以整个市场来讲 那么对银行这个角度来讲 在中国来讲可能我们的资产会受损失 比如说我们贷款对吧 你手上持有了这个贷款的资产100个亿 那么如果银行对吧 持有了这个贷款是100个亿 银行的自有资金注意只有8% 他就是说他依据这个资产放了 放了这个100个亿出去 如果这100个亿的银行抵押产品 就是我们讲这个房子 如果变成了80万 那么这20万国家是要给你填上的 否则你就不符合这个我们讲这个 这个国家的这个标准 所以对银行来讲 跟房地产公司只是债务上的这种操作 所以是一道切道理 所以我们大概率 只是银行的资产可能会缩水 但是你说会产生传导到整个银行的这个系统金融风险 中国在设计之初其实已经做了隔离 这个我跟大家讲 大家注意房地产公司出问题崩掉 银行也不会崩 明白吧 所以我们的系统金融风险不会产生 但是房价整体是下行的 应该来讲是大概率实践 虽然各个地方再往下走啊 但是这个想成想把房子再往上拖 这个难度是非常巨大 至少90%以上的地方 房地产是过剩的 而且房地产的价格是虚高的 所以再往下涨 很多地方再保房价 越保房价就地方越不能买 那有很多人说那你讲这个东西跟股市有什么关系 对吧 那我跟大家讲 这跟股市大有关系 我们我为什么说房子不允许跌 股市其实也不允许跌 为什么 因为我在这行里面 我知道这个东西 就是说单钱的这个股市 有很多人说那股市作为一个金融 对吧 他有市场的波动 对吧 他为什么不能跌 那我跟大家讲 在1991年的时候 大家知道吗 1991年 1991年 如果我们把当下的经济环境 经济的内外环境 就是如果跟哪个时间点 那环境相似 其实跟91年相似 91年那个时候也是个巨变 你看日本房地产崩塌 日本的股市崩盘 而且呢 我们的隔壁苏联解体了 对吧 那个整个整个这个过程 对吧 整个亚洲 一大好多 风险极大 对吧 一片风雨飘摇 就那个时候 有可能是中国 可能也管不过几年 就当时他们这样的预言 那当时的外资 其实也走了 他走完了之后 我们中国是怎么做的呢 当时的中国操作的 就是外资走了 我们当时伟人 对吧 就非常了不起 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说什么呢 如果外资走了 那就国家投 看到没有 外资走了 国家投 我们国家充单 投资人 他来投 那么国家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 投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项目 大家现在还应该知道 三峡 三峡是1992年4月3号开工的 明白吗 所以那个时候 你看就是国家的头 然后呢 国家投资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是干什么 要社会投 这个社会投呢 干什么呢 那他说社会呢 怎么投呢 对吧 老百姓怎么参与到这里面 好 那我们搞股市吧 所以90年代初期 我们把股市给搞起来了 那么股市应运而生 是干什么 是帮国家解决问题的 实际上是帮当时 国家的国企 脱困的 而是帮整个国家经济 在外资大幅度离开的时候 在整个全世界风雨飘摇的时候 中国的股民 还有国家的资本 相结合 挽救了当时的中国的经济 明白吗 好 问题 我讲到这个地方 大家应该知道 我讲什么东西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背景之下 中国经济脱困的大方向是什么 大方向 还是国家资本 就国家投 国家加上社会 还走到今天为止 依然是这样做 那么社会重点是在搞什么 社会重点是要融资 所以我们当前的股市 是不能够失去它的融资功能的 社会投 就是社会的投资最主要的渠道 就是通过股市投 现在你投房地产已经没洗了 已经没洗了 其实房地产也是一个社会资金 集中的过程 但是国家要转型 它需要把资金投到非常重要的 实体产业当中去 科技产业当中去 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方式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 我们所讲的 对吧 要投到这个国家所需要的 支柱产业当中去 那么必须得通过股市 所以还是我们所说的国家资本 再加上我们的社会资本 那么社会资本的主要融资方式 就是股市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为什么 一下子就把整个 这个A股给拉起来了 因为它不拉起来 不行 如果A股持续这样低迷 像这种新股 你怎么发 没法发 你发不出去的 对吧 你整体上来讲 你发可能是 就是失去了 它融资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在单前的这个情况下 越是经济不行 它至少能够把股市 维持在一定的程度 所以昨天的这个下跌 上次 我们我昨天晚上 跟他们在 在我们的群里面 大家 业内的人在一起聊 有很消息 非常灵通的 大家告诉 应该来讲是有政策干预的 如果再跌 应该就是有政策干预的 所以在这个位置 应该来讲 往下的空间是不大的 但是往上就有没有空间 就目前的这个轨经济形势来讲 那往上的空间 其实也是不是很好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市场就一个字 叫什么乱 这个变动的速度极快 大家可以看到 这前两天 对吧 宁德走得非常好 对吧 现在宁德你看 一下子就两根大一线 所有的涨幅全部提掉 也就是说 只能够有快进快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在文章当中前后 也跟大家讲过说 今天这段时间 就只能是建设短线 如果你建设 你的短线能力水平不够的话 那么看一眼你只能是 等等 离开市场也可以 今天有几个在市场当中 值得注意的消息 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呢 大家关注的 在我们的后台 文章的后台 问我的 问我什么呢 说 今天为什么 我们的火力发电 对吧 涨了 就我们的煤炭反应 为什么涨 煤炭反应 擅长的原因是什么呢 欧洲 欧洲呢 它做了一个事 它放弃了碳中和 因为它搞不定了 那个俄罗斯的这个 这个情况对吧 就是不给它供气了 它只能是烧煤 它烧煤呢 它又不从俄罗斯进 那它从澳大利亚进 从澳大利亚进煤 你看加上运费 澳大利亚这个煤价 涨得一塌糊涂 对吧 涨得一塌糊涂 所以对中国来讲 这个能源 在这个地方 可能会有一定的山长 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那么中国几家 比较重要的煤炭公司 大家可以看到 也只是短线的机会 对吧 像这种属于 这个业内抢的比较多的 对吧 像这个 抢的比较多的 那么 因为今天呢 这两天 其实我看了基金 基金的动作 也是往煤炭里面做 那我就跟他们聊 我说 你们为什么会往这里面投 他们认为 俄乌的这个事 一下子完不了 俄乌的事情 如果完不了 那欧洲的 它就得持续烧煤 如果它持续烧煤 那煤炭是有支撑的 你看它们是这个理由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今天港口水运 这个水运谷当中 你像这个对吧 原来叫中国海洋 现在叫中原海特 它为什么长 其实呢 就是 现在呢 这个运费 最主要的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什么 是运汽车的这个船 运汽车的这个邮轮 现在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涨得非常厉害 就很多的车 停在港口运不出去 所以呢 它呢 这个 作为特殊 特殊的这个运输的 这个公司 对吧 那么它就 海特 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所以它上涨了 那么市场上 有没有炒作成分 当然有炒作成分 但是从思路上来讲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背后 讲实话 也都是在堵某一件 一个事情 那么中原海特它堵的是什么 堵的是像去年的中原海空 但中原海空和中原海特是两回事 一个海特你主要是出口 就像汽车这种类型的东西 它不是全球性的紧张 去年是因为疫情全球规模的这个问题 对吧 那么思路上可能还是不一样 但是既然炒作了 可能是有它的理由 重点的呢 那可能也就是这个公司 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散户能够掌握的能力 在市场当中能够掌握的 这个水平是有限的 所以当然的还是要格外小心 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不宜即进 除非你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那么重点的一些产业类型的公司呢 我个人以为还是等整个市场 我们讲市场当中一年有三次机会 是比较确定的市场大规模算战的 就是老少皆宜 对吧 所有的就是天上撒钱 我们在天上撒钱的时候 能搞个几个点 如果天上撒钱撒三次 一次能挣五个点 三次就能至十五个点 哪怕我三次挣五个点 其实你已经超过银行迪赛产产品了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在市场当中做 实际上你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但如果你动不动 我就想搞百分之几十 动不动就想搞百分之几十 除非你有绝大的多数的资金 能够着装 那否则的话难度还是很大的 市场未来往哪几个方向走 我在文章当中前后 也跟大家讲的比较多 那么重点的方向 实际上还是风光离主车 你别看这两天调了 但是这个玩意儿 政策是不会断的 大家可以看到收盘之后 又有股心部出政策 说把促进新的运员发展 放在突出的位置 然后我们交通部门也说了 我们整个沿路要建这个充电桩 要解决我们整个新的运员的 这个汽车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国家的支柱 特别特别是新的运车 对吧 新的运车有很多人说 一个汽车能不能把整个中国工业 给撑起来 大家注意 日本新的运车 日本当年的汽车产业 是占整个GDP 带动整个产业 占日本GDP50% 你想想看能不能撑起来 肯定能撑起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注意 我们整个这个各个产业 就是特别是我们的工业产业 那对我整个市场来讲 影响还是很大的 就是这个里面 国家政策会持续的出 所以把精力还是放在这个地方 对于是不是这种能源类型的公司 对吧 是不是俄乌冲突 一下子不能结束 其实不知道 即使是搞基金的 大型的这种基金公司的人 对吧 投几千亿的这种基金公司的 实际上你问他们 他们其实也在猜 我讲实话 他们的判断力 跟老百姓也差不了多少 也在猜 有几个人说 我跟你说 这肯定是完了 对吧 我们各个数据模型演示都完了 那有几个人说 那我可不是 那今天下半年就要结束 所以你们投这个东西也是短线 所以大家也在争论 所以大家在争论的时候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 你想参与 可能也只是短线 重点的公司 只有在文章当中前后 我也跟大家讲了 详细的内容 大家参照一下索文斯的文章 如果你找不到文章 相互之间的评论去说一下 好 文章手机有件 长安点赞键 点个赞 谢谢大家